你沒事吧? 你沒事吧? 楊蜜這是再次重現經典名場面 其實這是個發音挑戰 你可以看到無累及歐美一些藝人 都加入了這個發音挑戰 因為這個發音即將把我們帶入了 一場天花板級別的展覽 以及展覽背後的故事和手工藝 這個故事要讓我們回到1846年那個年代 歐洲多國還處於經濟危機 工業危機狀態 而一伙來自馬德里的手工藝人 卻在馬德里市中心開啟了一間皮製作坊 想想那個時代多麼不容易 但是這時候還沒有一個領導者嗎? 有單子就接 平時幫別人做做皮箱、皮包、皮夾等這些產品 沒想到也活了30年 到了1872年 一個年僅28歲德國的皮革工匠叫 Enrique Auroeve 意氣風發地來到馬德里尋找商機 而後決定與皮革作坊主聯手創立品牌 那時候的馬德里大家對奢侈品設計 極其著迷皮革用品非常受歡迎 你手工做得好 口碑有了 歐洲富豪們自然也就來了 生意好了 但是工作方的領良為合夥人也陸續離開了 配合了Auroeve Roseburg成為皮質工作方圍儀的老闆 所以他就以自己的父親 作為品牌的正式名字 成立了Auroeve公司 並且在馬德里建立了總部 1905年對Auroeve說 實力是新的非凡一年 他拿到了西班牙皇室官方供應商 是由阿方所使而是國王授予 該家族企業皇室供應商城 不僅國王會採購這些皮質用品 他的妻子維多利亞女王尤金妮也會經常光顧馬德里王子街的這家商店 到了20世紀 Auroeve知名度越來越高 家族開始了野心計劃 增加店鋪擴大地區 他的孫子是Enrico FF 於1934年繼承公司 1940年也開始啟用了首位品牌創意總監 D.Rosas 他親自設計的屬窗城列領Auroeve店主建成為城市地標 也推出了文明到現在 在Amazon的手提包 而後Auroeve開始走楚西班牙走向國際 70年代Auroeve正式進軍事裝介 當今著名的設計師Karl Lagerfeld Georgio Armani及Norabia JOT 都曾擔任過Avan初期實裝的設計師 到1996年 LVMH完全受購了Avan 直到2013年 Jonathan Anderson成為新任創意總監 也是這一年開啟長達至今 D.Anderson時代上任後 第二年Jonathan Anderson就重新設計了Anagram圖案 令其更加簡潔且摩登 他還對Amazon系列和Flamenco系列進行改良 用新設計的Anagram圖案 重新詮釋經典系列 他還提出Karlsau Ochi間店概念 喜歡個重眼色拼圖 所以在這個展覽 離你可以看到它 及其中手工一的地方 當你看完這段歷史 也就是展覽所展示的一部分 你才會對後面內容更加震撼幸福 到了第二部分的時候 你可以看到西班牙的風土人情 那種傳統的手藝和漂亮的風景 簡直就是天作之河 你會看到那些手袋 還有樹上的陶瓷作品 更神奇的是 樹洞裡還藏著一個超可愛的陶瓷小玩意兒 哈哈 你看這個包包 乍一看還以為是水果呢 其實是個手工編織的可愛包包 顏色超級夏天 來這裡參觀產品的製作過程 真的能讓人感受到那種獨特的文化氛圍和匠心精神 從選材開始到裁剪、修編、上色、組裝 每一個步驟都精心打磨 還要耗費數百小時打樣測試 看完之後 你會覺得一個包包的誕生真是太細緻了 另外他們還復刻了個城堡形狀的包包 是根據哈爾的移動城堡這個動畫打造的 有兩米高呢 這是用了A標誌性手袋元素重新詮釋的 簡直太苦了 再來到秀場服裝展示區 這裡的時尚真的是不設限 你可以看到創意總監Jonathan Anderson 自他2013年被任命以來為品牌創造的個類設計 三面圖騰柱形電子屏播放著理念時裝秀場的視頻 光影交錯 彷彿此刻模特正漫步在秀場上 觀眾可以感受到Anderson的設計哲學 他巧妙地將傳統與現代相結合 為品牌注入了新的活力 真的很讓人大開眼界 別忘了每年一樓A尾羅一位基金會手工藝作品後 展廳裡擺滿了來自全球各地的手工藝品 每一件都讓人感受到雙手製作器物的樂趣 明清的單色又陶瓷 米蘭國際家居展的項目 大象串珠手袋 修復編藍作品 每一個都展現了手工藝的魅力和匠人們的精湛技藝 看了之後你會覺得真是太棒了 Low Avery和吉卜利工作室都超級尊重手工藝 無論是做豪華皮革製品 還是畫那些有幾萬張手繪稿組成的動畫電影 都用手工藝來傳達感情 把服裝和動畫結合起來 簡直讓人感覺走進了宮崎駿的動漫世界 看完這場盛宴這麼豐富 完整性極強的展覽 原來是我最愛的建築事務所Oma所打造的 而我們熟悉的中央電視台大樓 Proud米蘭基金會 台北表演藝術中心都是他們的作品 下一期我們會解讀這家神奇的建築事務所 MING PAO TORON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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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NG PAO TORONTO